好,现在来讲解这个V勾的画法 那V勾,T形勾都可以了 我们先画一个阶级 OK 那么按TAP键 那左直径是66 这样子左直径,那右直径 OK 好,那么66,TAP66,长度不知道 给它30 OK 那么画完之后呢 我们来画V槽 T槽V槽都可以用这个 你滑鼠放在这里 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一样按TAP键 这角度是20度 OK,槽底直径 它有给我们58.72 58.72 那么不要忘记这里要打钩 好,那么槽的位置是看你要选哪一个 中心距离就是朝中心到边边的距离 中心到边边的距离 刚好是3.6249 OK 3.6249 好,那么接下来呢 继继续按TAP 数量呢 不知道,就是6个好了 那么间距 也是这个3.6249 OK 3.6249 好 接着呢 这个槽顶的边边有一个圆 槽顶的边边有一个圆 是0.4 好 那么槽的尺寸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底 因为他只有给这个 槽底圆 槽底圆 这里 所以是0.4 OK 那我们把它输入 好 那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尺寸 那么 在FGCAM 里面呢 这个 画 画这个速度呢 会比这个 AutoCAD 快很多了 好 那么 按这个是可以看地底圖 接着呢 我们假设做完了 这个呢 我们要进入加工 好 那我们一样按AutoCAD M 这个呢 是要用重力型的刀 出车 金车都会是一样 OK 好 那么我们输入 OK 输入 那输入之后 你看到他FGCAM 出车刀 电力是0.8 所以他只切到这里 金车刀 电力是0.4 可以切到这里 那我们现在可以更改 可以更改他的参数 刀具参数 这些不管他 出车刀 假设你跟金车刀都是要0.4 那记得 如果你用是一把刀 你打号要一样 存入 离开 然后金车刀呢 如果打号要一样同一把刀 比较不建议用同一把刀 然后这样子刀子耗水比较快 存入 离开 OK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个刀具路径就重新改了 我们看一下 那 现在出车刀也是用0.4 那可以切得比较进去 那金车刀呢 金车刀就直接切到弯 这里已经帮你补正 这已经帮你补正了 我们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 那么 放大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补正 这里呢 切 这个毛边 那么一刀到底 切到这里 这个是金车的路径 那做完之后 如果没有其他的你就按NC 不过这个要有这个正版软体才能采取NC程式 试用版是没有了